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事件至今已经周年 而这起明显具有人祸因素的公共交通运输杀人事件 仍无官员为此事件负担政治责任 很遗憾一年前的今天 我们人权生育界失去了一位充满行动力的好伙伴 法学界也失去了一位充满了时间精神的一位法学家 去年的今天中午12点27分左右 发生在台中捷运风乐公园站的一个公安事件 那在这一次的去年的这个公安事件 罹难的一位就是我们亲爱的林淑雅老师 那今天是事故发生后的一周年 我相信很多朋友昨天晚上 昨天半夜都辗转难眠 非常希望5月10号这一天就直接跳过 如果去年的今天没有发生 那么署亚今天还跟我们在一起 但是我们知道署亚参与许多的社运议题 尤其是他心心念念的原住民族议题 原住民族运动他参与最久 然后人权运动 那他也声援在台西藏人的权益 还有包括他参与在人权 那个台湾人权促进会担任秘书长期间的 乐身疗养院的这个保存 还有院民的权利的部分 那接下来后来他也参与了 这个许多的环境运动环保团体 然后他身为静怡大学法律系的教授 那他在工法方面也是数一数二的学者 非常认真的做研究 然后指导学生 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边怀念他 除了继续追究这个终结事件发生的 这些责任之外 我们也希望用一个比较 适合鼠雅的方式来怀念他来纪念他 那非常感谢今天许多的社团伙伴 就是一呼百应 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答应前来 前来参与 去年5月10号的当天 他也是为了要赶赴国家人权委员会 参与一个这个人权相关的会议 那另外是我们认为国家人权委员会 理应是要照顾台湾所有的人权议题 那这个跟鼠雅在生前的志愿是非常相符的 所以今天才选择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场地 来进行我们的活动 那这一年以来呢 虽然说监察院在先前已经透过一个调查报告 然后来针对职安的机关 还有就是台中市的捷运公司 来做出这个相关的纠正 不过我们也看到说 在这个行政的系统 目前预安会的报告还没有出来 那地方的部分的话 台中市更是从头到尾 好像都没有要检讨的意思 但是呢 我们绝对不会忘记 也不能忘记 我们一定还会再有相关的行动 本案是公共安全的系统性缺失与风险问题 它并非不幸的意外个案 第二点 捷运周边工程的管制规范应该加强检讨与监督 第四点 公地安全检查执行应该要彻底落实 第五点 也是最后一点 政府与企业 包括新复发 都将工程安全的风险外包 发生公安事件 法律责任往往只由最下层的执行厂商 或人员来承担 政府和外包企业 很少被要求事前负起风险 控制的责任 这个公安事件的唯一罹难者林淑雅 曾说 唯一可以跳出政治意识泥闹的 就是坚持人权这个概念 但就算即将卸任的蔡英文总统 颁发包扬令给淑雅教授 但过去一年来 淑雅的离世 仍现在责任不明的政治意识泥闹当中 因此 今天我们所有关注这个案 以及不舍 淑雅的所有公民团体 我们在510的周年 发出这一份声明 我们会延续淑雅 疑似最重要的人权精神 持续坚持人权行动 与追究责任 我帮他写的一首短短的歌词 希望反爱帮我们扶取 纪念林苏雅教授 我称他为人权妈祖母 你是人权的妈祖母 心无乱戈 民族无乞 葡萄众生 龙库仁公佑 保护着世 不怕奉队主席与总统 你是人权的妈祖母 心无乱戈 民族无乞 求苦求人 不在住公廟 大主大婢 出事 也不用农娃来保护 你是人权的妈祖母 心无乱戈 民族无乞 众生病殿 爱国也爱做 喜欢几岛 出没一个不是你的母 你是人权的妈祖母 不过 有法生成的肌肉 很艰苦 建设跟你说 庄园跟你拢 标准一年以后 政府的结论 是你元气不够好 你是人权的妈祖母 虽然有法生成的肌肉 很好笑 这次黑头车 出去大冬火 原则总统 刷你一条包养令 出你金身 做妈祖 你是人权的妈祖母 心无乱戈 你也没欲 你是我们的姊妹 我们的董事 你是接生台湾人权的三母 我本人想你 你有想我吗 谢谢 - 妳是妳看妳也做不 心無亂家臉也不悠 好度眾生 都可能公佑 我好玉世 不怕風地主席 怕總統 妳是妳看也做夢 心無亂跟妳也無憂 求苦 求咱 無斷的公佑 大樹 大地 出地 用面露我來保護 妳是妳看也做夢 心無亂跟妳也無憂 中生 頂頂 愛說也愛做 吹煩幾度 吹剪剪一個 仁是妳的胞 妳是妳看也做夢 心無緂 憲傷跟妳講 解憶跟妳農 調查一年以後 前月結論 是妳運氣不夠好 妳是妳看馬祖婆 雖然妳看生生的一天 解憶好笑 入來黑頭請 出去大冬 連總統 給妳一張保養令 處理金心罪罵 妳是妳看馬祖婆 心無亂 咱咱咱咱 妳是我的姊妹 妳的董事 妳是接生台灣人款的散步 夢倫真心裡 妳有心倫好 那因為我很沒有把握 所以我就請我的朋友幫忙寫 這個曲子各自好不好實現 謝謝蘇雅